今天早上跟大家做分享的車種是現代的休旅車iX35 這一台安裝的版本一樣是KT的道路版本 後面的話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 前懸吊系統是賣化成的後面的話算是一個多連閃 彈簧跟BNC分開的 那它的底盤也有不少車種 現代的車種是公用的 i30的底盤架構跟iX35差不多 前面仰角也有很多車種是現代車種公用的 它的前面是賣化成的懸吊系統 這一台是2.0 2.0升 自然進氣 然後前面的上座拆修的時候很方便 在這個地方 它的前面的阻尼要調整的時候也很方便 直接引擎式打開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軟液的調整 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它上座的話有這三顆螺絲 那KT的話也有附上座 這個上座的軸層呢 還是日本KOYO的軸層 用料的話也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像是如果車領有一段時間 那底層數也比較久 上座也差不多快壞掉 那不用擔心 換KT的話呢 都有附上座了 前面懸吊的部分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7公斤 那它的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油管固定架原廠就固定在仰角上面 所以不用煩惱 那這個是ABS感應線的位置 那前面的離載串呢 也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車領使用的里程呢 有一點多 拆下來的時候呢 離載串好像也差不多快損壞了 所以我們就一併更新離載串 那前面的主尼油部分 同身的主尼油呢 KT一樣是使用意大利進口IP的主尼油 油封的部分一樣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那側高的調整呢 一樣是同身可調 是從這個地方呢 把它懸鬆之後 它的整體長度拉長 側高就變高 那縮短側高就變低 所以這個局部呢 上部的彈簧這裡都沒有動到 所以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側高 所以當它調高跟調低的時候的乘坐感覺呢 是不會有影響的 這是前面懸吊的部分 OK 那輪胎其實底盤都還是維持原廠了 那最主要是因為邊氣已經損壞了 所以才換成那個改裝的規格 這個上座的話就不用沿用了 這個是損壞掉的離載蒜 那後面的話 它的形式呢 跟一般日系的避震器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在後下楊角 它是一個像叉子的結構 是一個開叉的形式 那上面的這個地方呢 是彈簧 彈簧上方呢 我們KT呢 就做了一個調整機構 一般是叫Hiroki 這個東西零件呢 它就是在調整車高用的 我們如果把這個調整機構呢 把它拉長 這兩個銀色的托盤 往下延伸的時候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側高就變高了 相反的 這個銀色的托盤往上縮短 它的側高就會變低 所以當它調高調低的區間範圍呢 是比較大的 那另外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在安裝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的地方是 後彈簧呢 千萬不能壓縮過多 一旦壓縮過多 就不好做 那後面的部分 上座的部分 這個是要沿用原廠的 這種形式的上座呢 像是福特的Focus 馬三 都是像類似這樣的上座 還有Golf的五六七代 但是它是斜的 但是基本上的架構呢 都是像這樣的形式 所以它的拆修呢 就不需要再拆 行李箱裡面 直接從這兩顆螺絲把它拆掉 就可以把邊卸下來 在阻尼調整的方面呢 KT也很方便 直接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就做了一個調整機構 順時針這樣就變硬 像這樣 旋轉 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所以一共有三十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這個防塵套呢 因為它後面桶是細的 所以開發了一個專用的防塵套 剛好可以很簡密的照度它 那在防塵套的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白色的緩衝的饅頭 這個都是我們都是一整套的 就不需要再沿用原廠的連接 唯一要沿用原廠的 就只有這個 後面的上座機構而已 那在調整完畢的時候呢 這個托盤 後筒心的話 這個托盤 記得一定要鎖緊 這個用一般的力道就可以 但是前面的不同 前面的鎖附的力道 就要稍微比較大一點 它的後面的 這台iX3 iX3 我記得好像也有市區的版本 它預計等一下降下來的車高呢 因為輪胎的規格其實已經有比原廠的大了 扁平比有大了一點點 原廠的扁平比是2256年17 那有改了256年17 應該是比原廠大一些 所以它的輪胎上緣跟葉子板呢 剛剛到場的時候有做了一下量測 大概只剩下30幅左右 那預計啦 因為車主也沒有特別要降低的要求 所以我們的側高呢 就會維持30到2指半的幅度 那現在已經安裝好了 所以師傅要準備上台了 如果你剛好有開這款車的話 的車主呢 或者是車友啊 也很歡迎到我們 試乘 到我們公司試乘 可以跟我們小便聯絡 那在 對於產品 或者是這台車底盤的 任何問題呢 也不用客氣可以跟我們聯絡 文典你好 FM2有沒有 當然有啊 FM2是很經典的Type R的車款耶 所以我們KT一定有做 FM2一定有做 Honda Civic的車款 我們還算蠻齊全的 就算最新的FK2 和FK8 還有都有做 還有台灣沒有 台灣只有貿易上有引進嘛 CIVIC時代 這個我們都有做 這個我們都有做 CIVIC車系 不論是一般的版本 或者是Type R 我們幾乎都有供應 還有前幾天還有出一台 FD2 FD2的話 台灣並沒有這個版本 但是車友的話是改了FD2的下底盤結構 所以我們也有做FD2的 好了已經安裝完成了 那如果車友們有任何問題呢 不用客氣 再跟我們小便聯絡 這台是 iX35 下午的話也有其他車款 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有空檔也會開直播 跟大家做一下 分享 下午的話是 KAMERY KAMERY 7.5代油電車 好了 那已經都裝完畢了 那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